在北京我们说这事儿呢 茶 说心里话 不是给北方人准备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茶树生长对温度要求特别高 也就是说超过一定的纬度往北 茶就不长了 那换句话说 茶树就是为南方人准备的 是不是 求求你们回答一个 是还是不是 是吧 那北方人就不能喝茶 对不对 那北方人又要喝茶怎么办 所以北方人喝茶 一定要喝经过人为加工 发酵了以后 去掉了寒性的茶 在南方那种湿热的天气里 喝茶非常好 又利尿 又能清热 又能解暑 而且好的茶都很香 大家喝过龙井的香味 是吧 那个碧罗春 碧罗春又叫瞎杀人香 是吧 丹丛的香味 乌龙的香味 是吧 都有它的清香 它有一种新凉发散的这种香味 而且还有很好的口味 那北方人就不能那么喝 我治病这么多年发现我治了很多胃病的人 就是胃 就是消化这个胃的胃病的人 都是因为喝茶喝的 喝出来的胃定 为什么呢 其实一个正常健康敏感的人喝完绿茶以后都应该隐隐地觉得胃会疼 然后这种胃疼怎么办 嚼块姜或者喝口白酒就能缓解 你要很糙的一个人 皮脱肉后一个人 你吃毒药你都不胃疼 不要跟我这反驳我 我有一次跟这个马维都一块做节目 马维都跟我说 他说徐大迪说得对 他说我四十岁之前我不知道红茶跟绿茶有什么区别 四十岁时候在南方吃顿海鲜 吃坏了上肚下泄 从那以后一喝绿茶胃疼 喝红茶就没事 所以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如果你是北方人又想要喝茶解渴 然后呢喝的茶里面有点苦味和香味 咱就喝点红茶